恶禄一般多久排干净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 曾禄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妇产科主人医师 恶禄其实是一个很专业的术语 恶禄的来源是什么 恶禄来源于产后 孕妈妈子宫内膜 它要发生一个波脱 它要把怀孕期间出现的这种 出于增生器的内膜 完全剥脱干净 所以当出现阴道流出这种东西之后 我们就把它叫恶禄 那么早期在产后三天 一般这个恶禄会混合有比较多的血 这个时候恶禄是比较鲜红的 我们把它叫血性恶禄 那产后三天到产后一周以内 随着时间的退移出血就慢慢减少 这个时候恶禄就会从血性恶禄 那种相对鲜红的颜色 逐渐慢慢的变成淡红色或者淡粉色 我们把它称为僵液性恶禄 一周过后呢 出血慢慢慢慢更少了 此时恶禄逐渐变成白色 我们把它称为白色恶禄 所以白色恶禄什么时候干净呢 产后两周 如果说恶禄出现了延迟 比如说血性恶禄该干净的时候还没有干净 或者说恶禄应该完全干净的时候还依然在出血 又或者说恶禄已经完全干净了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阴道出血 此时妈妈们要高度警惕 因为有可能子宫里边呢 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好 所以此时要赶紧到医院去做相关的检查 排除一些病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